今天這個活動開始 報名三個鐘頭就額滿了 聽說網站還一度差點當調 大家都是衝著大哥來的 那我算是沾光 但今天能有這個活動 小弟我也算有點功勞 因為今天大家會到這邊來 主要是因為小弟我出了新書 然後呢 跟大哥邀了序 大哥幫我寫了一篇序 我收到那個序的時候 我真是千言萬語 一時不知該如何說起 我不知道在座多少人 讀了那篇序文 他給我那篇序文 感覺上就可以直接 譜了去來唱 非常動人的一篇序文 我覺得我出這本書 耳朵借我要是說 有什麼貢獻的話 其中之一就是能夠讓 這個大哥願意出來 有這麼一場對談 分享一些 這些年的一波心法 我從1989年開始做廣播到今年是25年 所以我可以 厚臉皮的說我是個資深廣播人 我們的那個電台的錄音室裡 還有Studer的盤帶機 當然兩年前已經不堪使用了 現在放在那邊當古董當古機 我常常在訪問音樂人的時候 請他們跟這台古機合影 因為他們很多人沒有走過那個年代 我在我做節目的這些年裡面 有兩次有機會跟大哥做比較深入的採訪 其中一次他看到Studer盤帶機 還挺興奮的 跟他合了一個影 但是講到資深廣播人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真的沒有想過 我會走上廣播這一行 因為今天家母在做 家母從1966年開始做廣播節目 這是她少女時代的照片 那年她才19歲 家母是台灣最早開始在電台介紹 西洋流行歌曲的DJ之一 那麼後來在1970年代 開始有了民歌運動 她就變成了推廣 這個台灣青年創作歌謠的推手 大家叫她民歌之母 所以有一個我講了兩千遍的笑話 就是我的一個朋友有一次說 你媽是陶小青啊 那你媽是民歌之母啊 那你就是民歌她本人了嗎 小的時候 小的時候 校園民歌運動是這樣 1977年 金運獎創辦 1983年停辦 這段時間大概是 校園民歌的全盛期 1975年 楊璇出版中國現代民歌集 那年我四歲 然後 大哥參與的木吉他合唱團 大概就是在1970年代末期的時候 開始在歌壇露臉 那個時候大哥還在念明星公專 那段時間 大家還不認識大哥 大家叫他小李 我那個時候年紀更小 那時候還是個小學生 他就常常在我們家的客廳 參與很多名歌手的聚會 很熟悉的樣子 但是小的時候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 但是無意之中也留下了一些印象 所以我接下來我想講兩個故事啊 第一個故事跟我這童年的記憶有關係 我記得那時候在我們家來來去去很多的名歌手 他們多半是大學生啊 你們知道祈鈺跟正義都是台大的學生嘛 那這個李宗盛 他那時候在這個聯考啊 成績並不太好 念了明星公專 他自己說過他是 除了做音樂 真覺得這輩子不會有什麼出息 所以拼命的要把音樂做好 那麼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時候年紀很小 他有一次就那個時候大哥在我們家 我小時候小朋友看著這些大哥哥大姐姐 我叫他們叔叔阿姨 現在見面要改口叫大哥大姐了 大家就會聊天談笑 那個時候的大哥是最會說笑話的人 他說什麼大家都笑很開心 現在回想起來他好像 我現在覺得好像那時候有一點用這種 取樂別人來掩飾一點自己的那種 也許有點慌的感覺 因為在這個行業裡面要立足不容易 有一次大家都散了 全部人都走了 留下他跟我娘在聊 我娘有時候會留下一些年輕人 他們也許家裡就是離鄉背景的同學啊 或者是這個當時沒地方去啊 他就炒個蛋炒飯 請他們吃一下順便聊聊天 我不知道他們大人在聊什麼 但是後來大哥也走了 他留了一張紙給我母親 他留下那張紙我看到了 那是他在明星公專的成績單 上面全是紅字 那個場景我看了 我就記住了 但是我那時候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 大概大哥那個時候跟我娘 談了一些什麼蠻重要的事情 大概也想了一些 這些未來要做的事情吧 這是我在童年的時候看到的一個場景 第二個故事啊 發生在更多年之後啊 李宗盛出版了 《生命中的精靈》這張唱片 我們現在認識他 可能是從這張專輯開始的 那時候他就很會流汗 所以在錄影室要披個毛巾 之後他打造了無數經典的歌曲 變成了數以億萬計的人生命的一部分 他是一位非常認真的音樂人 一位了不起的創作者啊 去年的演唱會票也是秒殺 這些年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大概十多年前開始他到北京去 創辦了李吉他這個音樂 這個吉他的作方 他開始做手工吉他 那麼李吉他這個事業啊 就我看那真的是一個燒錢的事業 但他說他希望未來在年輕人的手上 能看到一把華人做出來的木吉他 我們不要開口講來講去 都是Martin 都是Gibson 我們也可以有一把屬於 華人自己的吉他的品牌 而且是Top Notch 是最好的品牌 這事情不容易 但這些年他除了音樂人小禮 作詞者小禮 作曲人小禮之外 他的另外一個身份是志情師 他不再只是製作音樂的人 他也是一個志情師 幾年前他告訴我一個故事 他說他因為在工作方裡面 必須要用紗紙去磨這個琴身 長期的這個工作下來 手指頭會長繭 然後會磨掉一層 再繼續長新的皮 磨掉了再長磨掉了再長 結果有一次他到香港 要入境的時候 要按一下指紋 過不了關 因為指紋已經不見了 他的身份的那個證明已經不見 消失了 他的指紋被磨掉了 我覺得那真是我聽到這個故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詩意的故事 這是一個很有象徵意味的故事 這是一個重新發明自己的故事 他的身份整個被磨掉了 因為他變成了一位志情師 這故事讓我對他又多了幾分 以前沒有想過的新的敬意 我想大家憋很久了 想聽聽大哥自己怎麼說這些年的故事 今天我們大概有一個多鐘頭的時間可以對談 我也不知道待會兒到底要談到哪些事情 我這電腦裡面準備的材料 應該夠多 大哥隨便說到什麼 我應該都能調動到相關的圖片出來 但是在正式邀請他上來之前 我想請大家看看 在二十幾年前他出版李宗盛作品集 他的第二張個人專輯的時候 他有一則手稿 他說出版生命中的精靈的時候 心裡面總有一種敬告朱慶有我來的的感覺 有一種非要努力向前 不然就前功盡棄的味道 當時好像有了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前途還不是很確定 今後要更加努力 一定要讓別人不停的一直不停的看得起 這就像山丘這首歌在唱的 這是一個直至死方休的任務 而且成功的沒有別人能夠告訴你 這是我今天一個簡單的開場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李宗盛大哥 大家好 我這個本來是 這個用心裡面是一種大哥的感覺來的 結果一看陶姐 當初就被小李了 不過這樣也好 這個 這個 其實是很激動的 因為我不太 不太太多那個 曝光啊什麼的 影劇板也都是屎尿新聞居多 沒什麼用 可是看到馬芳 做這個事我就來了 這樣子 所以就跟大家聊聊天 結果我來這裡就是把我所知道的跟大家說 我所做的我所知道的不僅是對的 有時候我願意跟大家分享 就你要說啥就開始 有天 所以球丟回來了 好 來吧 那我們就從一首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歌開始 在迎接90年代的時候 滾石唱片出版了一張合集 叫做新樂園 當時邀請了旗下的男性創作歌手 每個人貢獻一首歌 然後呢 沒有主題的限制 就是大家把當下的狀態寫出來唱出來 當時所有的這些歌手還一塊拍了一張合影 在一個叫舊情綿綿的PUB 那時候很潮的地方 你看又起滑劍 大哥 張培仁Landy 那時候很瘦 陳生把最體面的毛衣穿出來了 趙傳 張宏亮 還有馬照聚馬爺 羅宏武跟羅大佑 在這張專輯裡面 這個照片其實挺有意思的 我覺得 現在在看這個照片 我總會想到 他很像 有沒有很像的Beatles的這兩張照片 對不對 這大概是有點靈感 這張專輯裡面 大哥他寫的一首歌叫阿宗三件事 有三段 這三段呢 是純兒寫給女兒的歌 還有你說你喜歡我的歌 是寫給歌迷的 最後一折叫做往事 往事這一折其實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 少年時代的自序 我想我們聽聽這首歌 從這首歌開始聊好了 我是一個瓦斯行老闆之子 在海外證實我用獨立賺錢的本事 以前我的父親要往在家裡幫忙送瓦斯 我必須利用聲音盡當的午後 在行車區的電線桿上 搬上電話的牌子 我必須抗著瓦斯 穿過酒水自已的眼神 穿過酒水自已的眼神 在海外證實我用瓦斯 在海外證實我用獨立賺錢的本事 以前無故的父親要往在家裡幫忙送瓦斯 我必須利用聲音盡當的午後 在行車區的電線桿上 綁著電話的牌子 我必須抗著瓦斯 並且超水自已的眼神 我必須抗著瓦斯 在我第一次上層一拜以後一年多才停止 這樣的瓦斯 在我第一次上層一拜以後一年多才停止 我是一個瓦斯行老闆之子 曾在海外證實我用獨立賺錢的本事 以前我的父親要往在家裡幫忙 幫忙送瓦斯 在訪問大哥之前 我想以一個樂迷的身份說 說我為什麼佩服這首歌 首先這首歌押韻押的是瓦斯的韻 用合口音押韻不容易 通常流行歌容易押韻的是阿、奧、安、這些音 那些音好寫 瓦斯的韻不好押 但大哥當年寫這首歌壓了一個顯的韻 這是第一個厲害 第二個厲害是這首歌全世界只有他能唱 並不只是因為這個故事是他的個人故事 還因為這首歌後面的長句子 類似這樣的作品還有像 當你像個孩子裡面有非常難的長句子 那個句子是沒有第二個能夠唱的 因為那口氣根本捉摸不到 這樣的日子在我第一次上綜藝100以後一年多才停止 口語化不等於口語 我覺得這句歌詞是最好的例子 當然最感動我們的是這首歌 那種自我剖白的部分 當年那個瓦斯航現在就是大哥在北投的工作室的地址 對不對 因為我記得在 這個是幾年 1989年 89年 89年我的老大剛出生 我現在講話會有部分的時候有北京的口音 請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去了一個地方就很自然的會有那邊的口音 89年我已經有意 89年我好像做成熟畫 跟你說聽你說 對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已經算是 自從侯德健去大陸以後 我得到第一個機會當producer 我已經算是 我是少年得志的那種 第一張唱片就smash hit 然後我 所以我在這個時階段的時候 我是很害怕的 其實我一路都怕 下一張唱片就不hit了 我就要回家送瓦斯 第一個我很怕回家 因為我在整個成長過程當中 不斷地被告訴 若利宗盛你將來不會有搞頭 因為你當掉了 因為你危機分不行 因為你流體力學不行 因為你電磁學不行 對 所以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是在一個很 兩者之間我既得意的不得了 可是我同時很惶恐 所以我在寫這個歌的時候 我常常 就是我在我聲明累積 戰功無數的時候 我常常需要去告訴我自己是誰 就不斷提醒我是當初那個 求學無成 北投公管路 潘老師 那要看博士他們孫啊 這樣子 因為我只有不斷地去回憶 或是尋找或是確認我的來處 意味著我必須隨時準備著回去 這樣我不斷地提醒自己是誰 所以免得我忘卻了 我是從那地方來的這件事 那 所以馬斯芳今天這個 這個歌我剛剛在聽 我說為什麼寫這個 在那個時刻 這個是我找到我的anchor的時候 我那時候每張唱片都賣 每個人都求我 小李哎呀大哥哎呀你hitto哎呀你如何如何 這樣我一直很需要去找我是誰 這樣 所以他是我的anchor 他把我牢牢的很穩定的拴住小李 你他媽別想的有的沒有的一堆 就你就是那個宋瓦斯的 你就是那個北投國中數學很爛的 被陳富雄打耳光打得死去回來的小孩子 對 所以你得準備回去 所以這個歌在我 所以我現在來聽過 為什麼在那時候寫這個 其實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心情吧 嗯 對對對 而且我發現那個時候 您寫給自己的歌 跟寫給別人唱的歌 還蠻不一樣的 我是 蠻有職業道德的 就是說 第一個我怕 因為我是來自於這種 我媽是這種巴黎粉的 巴黎粉你知道嗎 巴黎香啦 巴黎粉 所以我們是一個牧師的一個家庭 很保守很膽小 所以 所以 一旦 我變成一個這個行業裡面的人 我們家沒有人想到會有一個人是這個行業 我為什麼講的比較遠呢 就是說 還是 得混到一張辦公桌 所以當我 我常講我要做個Qualified的從業人員 我是一個職業寫歌的 你告訴我 你不管給我什麼阿薩布魯的 給我什麼歌手 到我李聰聖的手上 我就能讓他紅 對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職責所在 不管你叫我做什麼 我的job 就是讓你紅 所以 當然我們會碰到不同的artists 會有不同的挑戰 這樣 會有脾氣服很古怪的 會有唱歌其實不好聽的 會有已經打了很多針 強心針都沒有 復甦跡象的 yeah 那 對 所以 在這個時候 小李是一個職業的 你叫我寫什麼都行 寫什麼聽見有人叫你寶貝也行 寫愛如潮水也行 寫各式各樣的 對 可是一旦回到我自己的時候 那是一個fresh air 你知道嗎 我終於 我終於靠我是producer 因為我做 作為一個singer 我沒有什麼credit 是吧 所以我是靠我當producer 所建立的一點惡勢力 是吧 我建立這個勢力之後 人家說那小李你也來唱一個吧 所以我逮到 我不可能出專輯啊 那時候是從市場來講 所以我逮到機會 我就拼命想寫非常我自己的 我很想告訴你我是誰 所以在李宗盛很個人作品的當中 這一塊 對我來講是很美妙的 講到製作人這三個字 那是您投注了一生的製業 但是我想對大部分的流行聽眾來說 很多人或許搞不太清楚製作人是幹什麼的 不只是製作人啊 我想很多聽眾可能也不太清楚編曲是幹什麼的 編曲跟作曲有什麼不一樣 更不要講什麼是混音 什麼是母代後期處理 那都已經進入好像是科技領域的名詞啊 但是這些名詞背後投入了非常多藝術家畢生的心血 我記得大哥當年跟我說過 他說當年他立志要入行 想走的就是做幕後 因為幕後可以做一輩子 目前呢未必 因為明星 大哥還跟我說過 明星怎麼上去的自己不一定能決定 就是很多的機緣巧合很多的運勢啊 上去之後 那怎麼下來也許自己可以決定一下 那有的有的時候很多人自己看不清楚啊 該下來了下不來 或者是明明還可以 凡是蠻 凡是上去的必會下來 是吧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小李其實裝製作人也很陰險 我經常接那種下來的 是吧 下來的呢 反正接到沒接到摔死也就算了 是吧 可是接到了彈上去 你就建立你的威風了 是吧 所以接這個 這個downhill的下坡的artist 其實是更有意思 做一個補充 是是是 那回到製作人這個角色來說 到底製作人是幹什麼的 我覺得可以聽聽大哥來說 而且除了製作人之外 還有一個名字 可能很多人聽都沒聽過 叫ANR ANR也是大哥這幾年 希望能夠將一波傳下去的一個職業 或者是一個位置 他的角色有點像是 在藝人跟唱品公司之間 去尋找到有才華的人 尋找到有能耐的人 尋找到對的作品 把這整個的兜起來 這樣的一個枢紐啊 那這些角色照理說 在流行音樂成熟的環境裡面 都要有一個體系去培養 但是台灣始終比較缺乏這樣的體系 回到70年代末期的時候 台灣在早年的唱片上面 我們也看不到製作人這三個字 比方說金運獎的時代 我們拿出那個金運獎的唱片 我們看到的是新格唱片製作部 我們看不到製作人的名字 他們是用團體的方式在做這個事情 但是後來慢慢的有人開始 讓這些音樂不再是長得都差不多 也不再有那麼規範的做法 他們希望放一點不同的佐料進去 所以我們就聽到那些不太一樣的聲音 那個時候剛剛退伍 就從馮甲大學畢業 然後去當兵 退伍之後就考進了新格製作部的 是一個叫李壽權的音樂人 李壽權當年進新格製作部 做了《龍的傳人》那張專輯 然後做了王海玲的《記》那張專輯 後來因為新格唱片都寫新格製作部 他覺得不太爽 他就決定脫離出來當這個獨立製作人 跟其他幾個音樂人 共同組成了天水樂集 大哥跟我說過他當年最佩服的製作人 就是李壽權 我從來沒問過他為什麼 我很想聽他多說一點 到底他在那個時候看到製作人 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 跟您後來畢生的置業有什麼關係 這是一個非常感動人的問題 臺灣的整個華語歌曲 流行歌曲 從早期民歌一路發展 我覺得最偉大的一件事情是有大量的知識分子 學校知識分子進入這個行業 使這個領域從本質上得到提升跟改變 雖然到後來有一陣子 開電子公司的賣豬肉的 門檻很低 都能夠做唱片公司 不過那時候整個從業人類素質是很高的 那我那時候是一個明星公專的學生 每個禮拜六 好不容易拖了很多關係 就認識了心格的人 然後禮拜六就做公路局 從新竹那時候還沒有高速公路 就回了台北這樣 授權對我來講是 他讓我覺得這個 第一 他讓我覺得 我很喜歡他的氣質 這個人的氣質 然後他讓我覺得 原來做出一張唱片是 是這麼的 這麼的不容易 跟這麼的特別 跟需要有這麼多的想法 這樣 我很喜歡聽他講話 然後他做出來音樂 他有 他讓我 他讓我第一次感覺到 這是一個學問 你怎麼判斷 你怎麼 你對這個文字 你對這個編曲 你對歌手了解 然後這三個在一起 會有什麼感覺 他這會 傳達什麼樣的意念 你企圖利用這個弦樂做什麼 這樣子 到今天為止 授權都是我很 我不只在一次在不同的場合講 他是啟發我的人 做producer 我看到他 原來有一個這樣的job 這個job很有意思 我想要做這個位置 這也是 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為我 為什麼後來很願意 比如去正大教書 去講課 什麼 包括來這樣子的地方 跟大家講 就是說 如果今天有人被啟發 說 OK producer 是一個很 很棒的job 我想要知道這個job 在做什麼 那這個就值了 對 所以 你看 我們剛剛在後面在聊說 欸 下一個50年的李宗盛在哪 下一個時代的馬方在哪 對 所以 我很感謝授權 當然我也感謝陶姐 對 給我們 讓我們覺得這是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你把它做好 會 會 對於整個時代 會很有價值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我是音樂界 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是娛樂圈 我最討厭人家說我是娛樂圈 因為我不是寫歌來娛樂你 我不是來娛樂你 那不是我的工作 開始嚴肅了 剛剛還提到A&R這個教肅 其實李宗盛也做這個 也有這個身份 在台灣唱片工業最發達的年代 大概80年代到90年代那段時間 這個行業的確創造了不少富翁 提升了非常大的產值 創造令人炸舌的銷售量 但是那個整個唱片工業的底 整個的工業基礎 我總覺得還是一種手工業的狀態 現在回想起來 它還是不太容易建立一個 讓音樂人可以安身立命的環境跟條件 所以當後來整個產業 一下子遊戲規則改變垮掉了 所有的東西連鎖一塊也就垮掉了 那現在回頭看 我不知道您怎麼看製作人的角色 或者說所謂的A&R 可能我們還得跟在場的朋友解釋一下 在這過程裡面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呢 還是其實時代走得太快 我們跟不上來不及建立那些東西 我覺得製作人基本上就是一個 他是一個手藝人 製作人可以 製作人就是一個製片 這樣就好了 比如說比起音樂的能力 要彈吉他 要彈鋼琴 要打鼓 要什麼什麼 所有的東西 我都不如跟我合作的樂手 可是我知道誰好 我知道怎麼跟他工作 我常講 比如說Mac 2 我常跟我合作的編曲 我可以很自豪地講 Mac 2跟無數producer工作 跟我的結果最好 因為我最知道怎麼 我最知道他的音樂語言 我最知道他的意思 這樣 所以 這是一個producer在做的 包括跟 producer做的事情很雜很雜 決定唱片的方向 決定所有的事情 然後你 只不過你決定了以後 你要找每一個不同的工種 來幫你完成 你不僅能自己完成 這樣子 所以producer是一個 他絕對是一個手藝 沒有 不可能有流水線的製作案 現在唱片公司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都認為 這個巨星很容易誕生 天知道 要誕生一個巨星 要花多大的力氣 要花多大的機運 這樣子 那 比如說 隨著時代的轉變 在我那個年代 剛好是從沒有producer 這個 這個植物 變成有一個producer 以前比較像是 去酒家 老師 叫老師 就對了 以前比較是這樣 那個是歌廳的時代 這個 言平北路時代 這個台中聯美的時代 高雄藍寶石的時代 舉例更以前的時代 都是老叔 到了這時候 他有一種比較專業的感覺 是一個producer 你是一個producer 可是隨著時代的這個進展 你看 從解嚴以後 從媒體開放以後 所以以前只有台式 中時華式 然後中時雷和民生 所以以前做 以前的媒體力量 是比較弱的 所以以前的 像我們以前開案子 我要做造船 比如說producer 這樣 來造船 造船我跟你分析造船是這樣 這樣 他長得很醜 可是他唱得很好這樣子 這個 所以要這樣講 我要給他寫一首歌 叫做 我是一隻小小鳥 這樣 這個小小鳥 這個東西呢 其實呢 是要賣給我們 剛剛富裕起來的中產階級 這樣子 因為這些人剛剛離開了 雖然是講 雖然是 因為真正買唱片的是這些人 會看演唱會是這些人 聽懂的是這些人 雖然講好像是 台北大橋下面 下面的苦力給我的啟發 可是真正要感動的是 那些剛剛富裕起來 能夠買一輛車子的中產階級的人 包括從夢醒時分也是這樣 那時候 成熟化那個時代 八九年 台灣有大量的能自由支配自己所得的女性 他們需要一個raw model to look up to 他們鈔票自己可以 所以呢 那時候我們想 我們需要創造一個女性 對 這些都在算計當中 這樣子 OK 所以那個時候 我講 所以我們有個 我的思路是怎麼樣 電台搞不好怎麼寫 要上什麼cue 所有都很清楚 策略都很清楚 這樣 所以那時候是製作導向 這樣 所以呢 企劃來聽 這樣 然後呢 這個 要上什麼媒體 隨著媒體的這個 這個開放之後呢 所以你看現在大部分唱片公司 你看所有唱片公司的主管的老闆 都是企劃部出身 沒有一個做黑手出身的唱片公司老闆 從什麼相信音樂啊 陳永志是做marketing的嘛 是吧 從華納到索尼到所有的部門 是因為整個媒體的情況 社會轉變之後 這個氣宣布的人跟媒體開始bargain 是吧 我買這個買那個 我知道上這個cue 我知道付多少錢 我知道買這個主題曲 我知道什麼什麼什麼會這樣 所以那時候製作人變成一個代工的一個角色 我跟你講喔 這個Demon給你 我接完Demon一首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copy一首這樣 所以在有很長的一個時間 現在反而又回來一點了 因為現在indie出來了 這樣 所以 我有沒有離題還好嗎 你們確定嗎 確定 對我在講說 做一個製作人在不同的年代 他的面貌 這樣子 製作人有很長的時間是 是沒有用的 是地位非常低的 到目前為止很多唱片公司 甚至沒有製作部 因為在過去呢 這個當市場的人員起來以後 就是 製作部的人才是大量的凋零 像我這種科班出身 受完整的製作訓練的人 在這個時候根本找不到 你跟他講什麼幾句拉來 講也講不聽 聽也聽不懂 懂也不會做 做也做不好 比如說我多講一點 比如說我前兩天 在跟唱片公司聊天 就說 這麼多錄影 就算了 我看 就說 就說 小李開案子是很有意思的 其實我 我希望替每一個artist 我開的 我開的案子 每個artist 氣味 這樣 就說 我就說 我那天在跟一個唱片公司 講一個歌手 我說你這歌手 他媽的不能這樣做 他媽的嘴巴現在這個歌詞 沒有一句是 像他會講出來的話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 但是所有人的嘴巴開開來 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樣 我會跟他講說 我給你一個歌名 這樣 不然你給我咬一口 這歌名就說 不然你給我咬一口 就是他是那種很直率的女生 你知道嗎 胸很大 身材很好這樣 可是他很直率 他就是那種 你無視於我的美麗 我至少要讓你記得我的哀愁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要不然你給我咬一口 你知道嗎 也就是說 我已經這麼對你這麼表白 這麼如何如何的 你媽不理我 你知道 真恨不得咬你一口 舉例他是這樣的 這樣的語境 是這個女孩子嘴巴會說出來的 而他會很可愛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聽了沒有啦 對 沒有 繼續繼續 你繼續 其實啊 講到這個 講到一個我非常願意 樂意跟大哥繼續探討的領域 就是關於 歌曲的創作 每一個年代 我們現在聽每個年代的流行歌 有每個年代的腔調 三零年代的上海的時代曲 有那個年代的某一種腔調 那個年代的口氣 聽五零年代六零年代的老台語歌 狗鹿為晚幫 有那個年代的口氣 這個八零年代 七零年代 校圓民歌有校圓民歌的文藝牆跟學生味 到了後來 八零年代 滾石飛碟的全盛期 有一種像您剛剛提到的 相對於都市新興中產階級 或者是向往那種中產階級的 自我想像良好的狀態 有一種必須符合那個狀態的語言 而且那個年代 我想從校圓民歌的時代開始 青年知識分子進來寫歌這件事情 它真的改變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大家開始講究起一首歌的思想層面的東西 我們覺得那是一個大時代 我們七零年代聽到很多人都在講 這是青年的大時代啊 什麼的 國族的什麼呀 所以年輕人 大學生那個時候 大學生寫歌是一個 蠻重大的事件 因為你們知道 那個年代大學生的身價 跟現在不可同日而語啊 那個年代的 這個大學聯考的錄取率 跟現在是不太一樣的啊 我這邊好像還有一張表格 找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對 大學聯考 你們知道嗎 現在的這個大學聯考的錄取率 現在沒有大學聯考了 這個以前從50年代到80年代 大概都是20到40以下 而且是公私立學校加起來的 後來就一路狂飆 到後來沒有聯考了啊 到現在已經是錄取率超過百分之百了 因為少子化加上教改 這個名額比學生的人數還多 所以那個年代大學生這個身份 是被社會捧在手掌心上的 那這些人本來也不太 不屑一聽所謂的國語流行歌曲 並不是那些歌不好聽 絕對不是那個意思啊 而是說那些國語流行歌曲市場上的歌 不符合他們當時的生活狀態 他們很多是文藝青年 他們讀詩啊 那個時候他們覺得詩是最高貴的文體啊 對不對 所以他們那時候會 會像楊玄就拿這個余光中的詩集來譜取啊 就打響了第一炮 然後後來有很多的詩人 他們讀正愁語的詩啊 讀余光中的詩啊 那個年代大家開始講究這個事情 而到後來有 後來因為校園民歌這個事情熱起來了 所以有更多的年輕知識分子 開始喜歡這樣的創作路線 所以我們現在回頭聽校園民歌 我覺得那個時代留下來最珍貴的遺產之一 叫做我覺得創作題材的多元化 我們知道流行歌曲最大宗的題材是情歌 寫愛情翻來覆去的寫 愛情永遠是最受歡迎的主題 包括大哥寫了很多厲害的情歌 我覺得李宗生的情歌真的厲害 他能夠用作論的方式 正反合的辯證法去寫情歌 他能夠把小我的這種內在的糾結 寫成史詩一樣的高度啊 他能夠埋藏很多的情節在裡面 聽完之後就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回去再聽三遍 把情節自己要組織起來 但是校園民歌時代的主題 現在回頭看 情歌的比例並不高 很多的歌其實都不是在寫愛情 就算寫到愛情也是像 如果你是昭露我怨是那小草 或者是給你呆呆這種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會直接影響到後來發生的事情 後來就很多的這個 所謂的文人跑進來參與了歌曲的寫作 像當年跟大哥也一塊合作過的 當年其實很多是從文壇crossover過來的 有寫小說的像中小陽寫最愛 她的那首詩就讓大哥譜成了曲 然後就給張愛家唱了 周小陽當年是寫停車站接問的那位天才女作家 然後也有包括像王海玲的那一首《記》 那還有就是這個文壇的人跑過來寫歌詞的 三毛寫了《橄欖樹》 這是最有名的例子 《不要告別》也是她的作品 她跟李太強的合作 我想是中文流行音樂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頁 那連帶著像我們現在回頭聽 當年像楊芳怡跟徐小金 他們會去唱像《秋蟬》這樣的歌 李子恆她在當兵的時候 突突摸摸寫出的一首歌詞 那個詞其實現在看也是蠻有意思 它絕對不是古典詩 它的語感是很有趣的 它是一個像古典詩靠攏的 心向往之的 但是純粹從文學的角度看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歌詞 但是有了楊芳怡跟徐小金他們的演唱 你就會覺得 就覺得這歌變得好美 對不對 這個 就是那個年代一個很有意思的一種嘗試嘛 當時很多人發現語言的質地可以有這麼多的變化跟探索 所以到了80年代中期 後民歌時代 也就是李宗盛作為製作人崛起的時代 他跟一些文人有往來有合作 像在當年大哥最得意的這張製作的專輯 忙與忙 張愛嘉把這張唱片的製作大人交給了您 那時候您好像 後來有說這是您當年 偶心力學最最滿意的作品 這首標題曲是小說家原窮窮的作品 現在回想起來所謂都會女子代言人的這個路線 從張愛嘉這張唱片開始 其實就很清楚了 因為張愛嘉那個整個形象就是台灣在經濟起飛的狀態 然後女性在工作環境裡面的可能性 有了好多好多新的選項 那當時開始流行一種叫女強人的名詞 女強人通常講她在職場上表現很汗霸 這個有獨立的經濟的能耐 而且超過很多男性 但是同時也暗藏另外一層意思 就是他們通常情場失意 那時候忙與忙這張唱片其實就在寫這樣的故事 整張唱片聽完好像看了一齣電影 當年圓窮窮 我覺得圓窮窮非常厲害 她是冰雪聰明的創作人 但當年忙與忙這首歌 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第一版她的歌詞 第一段是這麼唱的 你們聽聽看 我已經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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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 好 這第一段的意思其實蠻明白的嘛 是不是 女性要追求情欲自主啊 而且追求到後來到底跟哪個對象都忘了 生活剩下肥皂香水眼影唇膏 所以忙又忙 我覺得圓窮窮很厲害 因為寫歌詞你知道同音字不能亂用 唱的時候會聽不清楚聽不明白 但是忙與忙這兩個同音字在這首歌裡可以置換 所以怎麼說它都對 到底是這個忙還是那個忙 但當年這首歌 送新聞局檢查沒過 所以第一批發行的唱片後來 就沒有辦法再繼續用那個版本 所以後來第一段歌詞就改了 這是後來改的版本 所以在這個版本的忙與忙 我們的那位追求情欲自主的女主角 變成了一位夢遊症的患者 但這沒辦法 因為送神沒通過 但即使是這樣 這首歌還是變成一個時代的記錄 我相信這張專輯對大哥來說 也是生涯非常重要的一張製作 我們要不要從這個案例來聊一下 那個年代經歷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這個版本也差點沒過 這裡面也有夢還有儀你知道嗎 就是我的夢想遺忘在路上 是吧 是吧 就夢遺了 是吧 這個案子是真的是有意思的 因為第一 那時候張愛嘉在電影圈 電影界已經是很優秀很好的表現 所以他剛才馬方講的是 就是說 就是 其實 張愛嘉這個案子 是我在做後面大量女性的 塑造女性形象的 這個是處女座其實 因為你得到這樣的一個素材 所以 你不能把他搞成歌女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你得順著他去做 其實後來我 像成龍這樣的歌手 都能夠做成賣幾十萬張 是吧 這個案子對我啟發也不小 是吧 所以 所以 這個案子是不容易做 你手上這個素材 就是你 你做一個案子 我記得很清楚 你不能對不起你的歌手 你把他搞砸了 你把他人家原來有的氣質 有的這個 給做壞了 唱品不賣就算了 就你把他從一個 對 然後 那時候我記得我 我 去 我老代 因為我覺得 張愛嘉憑良心講 他不是一個 把歌唱得上天下地的人 所以這是技術上很難解的一題 就什麼旋律 他必須講什麼樣的故事 在什麼情境 他的語經是怎麼樣 什麼樣的旋律 什麼樣的編曲 都要很將就 都要很準確 就是這樣 這是一題 這是我要解的 就是找到張愛嘉的氣質 順著他在電影上面那邊的感覺 往下做 做出一個音樂的版本 跟他在電影上相呼應 這是我要達成的 所以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因為我製作有一個理論 寫歌有一個理論 是唱歌是講話的延伸 就是說你一定要先知道怎麼講 才知道怎麼唱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以為我會哭 但是我沒有 這是一句 你也可以講成 我以為我會哭 但是我沒有 是吧 所以看你怎麼講 然後你才把你的 你的這個語氣 延伸配上melody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我帶著一個錄音機 去張愛嘉的片場 去跟他聊天 我把他所有 跟他的聊天呢 都錄下來 後來我去聽他講話 他的語氣 他怎麼 他怎麼描述一件事 這樣 這是我做的一部分 然後我 後來我覺得 我應該無法獨立完成 他的文字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 就動腦筋 我找了 有張大春 張大春 對 大春 就是我認為這些人 是可以彌補我在文字上的不足 當然也在卡斯上 也在整個專輯的意義上 是有增強的 對 我們還做了一些 找了杜杜之 這個錄音大師 在我家 北投家裡 還是弄了高跟鞋 走路什麼的 這樣 就搞得很想搞得很有意思 我記得那時候 我記得 這張專局 因為那時候我們跟飛碟 競爭很厲害 我記得在陳彼得的錄音室 那時候他在台北 有一次我不知道 去這張專局發行以後 我在陳彼得的錄音室 碰到太保 太保跟我講說 小李 這張專局不錯 讓我 就是我能夠得到我對手的肯定 來自敵國元首的肯定 對對對 就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 音樂人之間 還是有個尊重 敬重 彼此敬重彼此的這個 effort 這樣子 這是我 這張專輯的經歷 這對我那時候 一個那麼年幼的 經歷 經驗缺乏的製作人 是一個大膽的 一個嘗試 對 當年那張專輯的作詞人 我們看到了 張大春的名字 看到圓窮窮的名字 還看到了 後來去 變成功運健將的吳永毅 他最近出了個人的自傳 寫功運圈的歷史跟八卦 他寫了非常異鄉的七四七 這都是那個時候 我覺得是 其實延續了從明歌時代開始 包括文學跟歌 怎麼樣可以結合 有一些可能性 其實講到《已失入歌》 您也挑戰過一些不容易的 像《飛》那首歌 您曾經聊到過嘛 對不對 那時候 做《回聲》那張唱片 那時候您是剛剛進《滾石》嘛 對 做《三毛》的那張專輯 《回聲》 然後 這張專輯很厲害 這張專輯是 阿潘跟祺鈺共同演唱 然後阿潘跟王欣蓮共同製作 這張唱片很有趣 因為我們現在回頭聽這張專輯 覺得真是美不生收 不可方物 但最早《三毛》交來的那些詞 其實都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詞 它原來交來的都是比較像 裡面留了一首歌叫《小夢蝴蝶》 比較文氣的 意象比較密的 語言比較糾纏的 那王欣蓮跟祺鈺覺得那歌太難唱了 怎麼處理才好 就跟《三毛》商量 後來《三毛》就寫了新的詞來 全部變成自傳體的作品 但就新的麻煩來了 因為這些新的詞也還是很難唱 所以他們就想辦法要找人譜曲 結果像《飛》那首歌 是沒有人能夠譜出來的曲 因為那完全不是傳統流行歌的結構 它就是一個像散文一樣的敘述劇 後來怎麼會交到了李宗盛的手上 怎麼完成了這個任務 我覺得這個事情講起來也是 我覺得對於聽眾來說是蠻有意思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對 他們可能認為 所以我的那個 我的 因為那時候李氏唱腔已經 已經好像出路提升是吧 對 所以 凡正是那些不是很對賬的 然後看起來是那種 隨便寫寫想交差的那種 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句子 都會交給我來譜 像那個 今天就是那樣的開始的 那是鋼筆 在你的掌心 寫下七個數字 那兩頭 然後 空而去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整個趴了 不知道你什麼 那個是 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考驗 過了這一關以後 大概難度都不大 啊 想說還沒有說的 是吧 還很多 所以年輕的時候 多吃點苦是好的一點 你知道嗎 對 如果那是唱片 這也是 也是證明一次 就是說你能夠 寫 寫曲的人 能夠 是吧 講到李氏唱腔 要講到生命中的精靈 我應該是當時立豐錄音室的徐崇憲 徐先生 徐先生 老師好 那時候在錄那張唱片 1986年 他最近在臉書上回憶到那時候錄這張唱片 好像錄的過程有些歌唱不太進去 所以 這個 徐崇憲老師就乾脆建議說 要不你就乾脆用你 說話的口氣去唱唱看吧 結果這麼唱就順了 結果這麼唱就順了 因為我以前是很喜歡聽劉家昌的歌 什麼 珍妮啊 天真活潑又美麗啊 對 那時候林青霞 雲飄飄啊 你們都年紀太輕沒聽過 雲飄飄是電影啊 古明倫啊 是吧 林青霞騎著一個白馬在海邊這樣 對 所以其實我以前 如果大家有去聽我在那個木吉他合唱團唱的時候 還是那個唱歌很 也是 小李並不是做不到的 對 聽木吉他唱片都很容易分辨出來 林青霞的聲音 因為那個大舌頭的就是他 對 然後呢 就有機會錄自己的專輯了 前面幾個還可以 唱到那個寂寞難耐的時候 這就有點 不能 所以唱很久 覺得這歌廢了 這歌 這樣 小徐就是 果然是老資格 小李 這樣 那你就 用講的好了 這樣 這啟發了我一個 對 所以 因為這歌不能用力 這歌一使勁就完了 就在訴苦了 你知道嗎 對 這次後來很多理論 我跟artist在配唱的時候 你不能太用力 有的歌你太用力了 比如說我之前 我最近跟一個 我那個演唱會的那個part 叫做 那個李建青 有一個叫李建青的 拉琴那個小組 給他寫一首歌叫 聰聰 他原來唱得很投入 哇塞 分租房 每月三百 哇塞 另外我就跟你講 你這訴苦 哇塞 你這不是那個抒發心情 所以這個對我後來都是有影響的 當時的那些 順著 順著整個情緒去唱 嗯 那其實啊 大哥自己 有這種獨特的唱腔出來 當年生命中的精靈 賣得不算太好 我記得 大家聽不慣 覺得你這是念歌吧 這不能叫唱歌吧 當時有這種 因為聽不習慣 大家還是習慣那種 的那一種嘛 但這麼多年下來 這變成了一個路線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全部別人的歌 包括您寫給別人唱的歌 自己拿回來唱 用您的這種口氣去唱過之後 我們居然都只記得您的版本 真的 那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大哥在自己的作品集裡面 他寫很多歌給女生唱嘛 都會情歌女子代言人 這些歌拿回來自己唱 那一夜你喝了酒 變成那一夜我喝了酒 隔著沙門 本來是鏡頭放裡面 變成鏡頭放外面 一下子那完全 性別一轉換 情節感覺不一樣了 還有像剛剛講到的 忙與忙 你們記得剛剛看到那個歌詞嗎 呃 本來唱的是女性的字數嘛 對不對 完全不用改歌詞 男生來唱變成搖滾歌 然後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 就變成這個 這個男主角艷遇不斷的證據啊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所以呃 我們在聽李宗盛的作品的時候 會覺得呃 對於包括怎麼去練字造句 包括您剛剛講的歌唱是說話的延伸這件事情 那是一個我們在尋找新的語言去描述當時我們所身處的變化多端的時代 我們要尋找新鮮的語言去描述那個氣氛 因為很多事情一直在發生 很多新鮮的事情在發生 流行歌曲要跟那個社會對話 要捕捉那個時代的氣氛 我們得要有新鮮的語言去捕捉這個氣 這個氣大概從70年代校園民歌的時代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末吧 有這麼的一種持續的感覺 所以不停地有生毛長腳的歌手出來 用各種各樣特別的方式用自己的方式去唱 那但是我剛剛有提到就是所謂的口語化 絕對不是就是直接把口語放到歌裡 您在寫歌詞的時候也是一樣 你不會直接把日常語言不加修飾地放進去 而且有時候您會刻意地放一些乍看之下可能有點拗口的 對不對 比方說您自己講過的萬分沮喪 這不見得是一個我們平常對話會出現的詞 但你就硬要把它放進去 它居然就變成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對不對 萬分沮喪 懷疑人生變成了一個對障的詞組嗎 這個我覺得都是蠻有意思的事情 而且不只是歌詞 就是流行歌怎麼樣 讓大家在聽到這個歌的時候能夠聽明白 能夠聽得懂 這裡面的學問非常非常的細緻 我覺得在寫歌的這個手藝上面 有時候你得要有像鐘表師傅一樣的耐心 去處理包括詞曲之間怎麼咬合 包括口氣怎麼樣去找到對的方式 去說這個故事 就像剛才大哥示範的同樣的一句話不同的口氣 唱出來感覺完全不一樣 當然還有音樂人樂手編曲的這些所有的部件要連在一塊 我們才能找到那個對的方式去描述這個事情 剛才在後台我還在跟大哥聊 就是說故事用一首歌說故事 您寫了不少說故事的歌 情境場景 我們都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歌不容易三五分鐘的篇幅 聽完這個歌覺得好像看了一個九十分鐘的電影 真的裡面肯定要有結構的佈局的思考 然後對像說話一樣的明白 但是不能夠就是說話 不然何必要用歌來唱 旋律還是得要自己站得住的 這裡面有沒有什麼心法 可以跟我們多分享一點 這個好難啊 這個很難 我跟妳講我在那個政大開課 講了大半年 講那個唱片製作 當然也講到詞曲創作這樣子 比如說陰天 比如說十二樓 忘了關哪扇門哪扇窗 電光是火秋涼 就是說 我第一個我會 比如說我之前我還寫過一個什麼 你看啊 寂寞的戀人啊 還什麼 固執的七十一 天空的顏色好淺 傻子才爭吵啊 落葉是樹的風險 是吧 情感是偶發的事件 用偏方治好失眠這樣 這是我被那個陳永志講了說 大哥你的歌詞太辯證了 哈哈哈哈 我嘗試來聊一聊 繞著妳的旁邊講一圈 比如說剛才這個 我常去 比如說我看一些 我是很 我每次跟人家聊天啊 你就講什麼 什麼什麼福斯基啊 什麼什麼 很多外國小說 我都很丟臉這樣子 我都是啊 啊這樣 我不太看這些東西這樣 偶爾會去承平 翻一下那些 什麼暢銷 什麼小說翻一翻 我就走了這樣 可是呢 比如說我去翻那個 看每一種文學 都可能有它的 特別的構造吧 比如說我有一次去看那個 日文翻譯的 翻譯的日文 看它一篇上面是 比如說它那個是 《智子的母親三月子宮頸癌發作》 句齁 然後 今天下午經過便利店 才猛然想到 優太券過期了 句號這樣 然後 沒有收到這個 那個 誰誰的結婚 請喜帖 是一種 我覺得對我是一種 不禮貌的事 舉例這樣 也就是說 在日文裡面 我常看到這種 很獨立的句子 然後它講了八個獨立的句子以後呢 每個句子 他媽都沒有關聯 可是你的確能夠知道 這個女人 這個人 她到底發生些什麼事 她在什麼人生的狀態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覺得這是日文很有意思的一個 給我 常常我看翻譯小說 這樣 怎麼說這樣 怎麼說什麼 對 所以我剛剛那個寂寞的戀人 就是 落葉是樹的風險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失戀是這個戀愛的風險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樣子 對 我會從各地 各式各樣地方去找靈感 我也沒有說 特別 為了要去 構成一種文字風格 而去構成 我的 我的創作的目的就是要溝通 而不是拿來讓人家認為我有多屌 就是說我也許有技術 可是我的技術 的最前提還是拿來表達我想說的事情 對 所以李宗盛的歌通常很容易懂 我沒有什麼 我每次有時候電視看電視這樣 看那個歌詞 喔 好厲害喔 哇 他怎麼會想到這個這樣子 他怎麼會想到那樣 他怎麼會想到那樣子 這我都做不到 這樣 我只能 對 我只能做我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些 這些東西 所以李宗盛的文字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 就是講故事嘛 您說沒有什麼 但是把話說清楚 把故事說明白 這已經是很多人一輩子做不到的事情了 說真的是這個樣子 因為就像剛剛您提到的說 得先學著把話說清楚了 才能把歌唱好 對不對 我們才能把故事說得通順嘛 但當一個時代 年輕人說話都說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期待他們把故事說好 說清楚 而且沒有那樣的自覺 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的問題 並不是說我現在四十多了 就在這兒一老 也在一老脈老起來 批看年輕人怎麼怎麼樣 不是 他們在臉書上面寫文章 那是很兇悍的很厲害的 頭頭是道 熊變滔滔 但是真的見了面 你們聽他們講話都假纏不清 然後 三句兩句就大就是大 NO 對不對 在座各位年紀都有一點了 NO NO 就是 NO 一定要NO 不是然後 是NO 然後就是 然後聽過那個樂團介紹自己 我是這個樂團的吉他手 到 我是這個樂團的假送 所以 而且沒有自覺 他們講話都這樣 就變成沒有要把話說清楚的自覺了 那整個語言結構也就 跟著也就散了架了 我們剛剛在上台之前 跟大哥在後台在聊 他不提到說下一個年代的李宗盛在哪裡 誰能夠把這個時代的故事說明白 誰能夠把這個時代的情境用歌唱出來 唱出大家聽到會感動 我不會說這個時代沒有好歌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我必須講對於文字的講究 對於煉字造句的講究 的確 現在在我自己接觸到這麼多年輕時代的創作者的過程裡 我覺得並不是不努力 而是沒有想到應該努力這件事 這不是一個問題意識 就像剛剛大哥講的 聽不懂 你跟他們講 他們是陌生的 他們沒有想到這是個事兒 我願意舉個例子來說 為什麼煉字造句是一門手藝 這是我的朋友圓詠欣最近去金曲音樂節的現場 翻拍了一張給自己的歌的手稿 大哥他捐出來給展覽的 這張手稿給自己的歌 現在包括很多年輕人都很熟悉都會唱 選秀歌手也會唱了 他們唱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首歌的歌詞 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看他用了多少顏色的筆去寫 他用了多少的考量 我都覺得這可以拿來寫論文了 光這一張紙 他寫論文 用了多少 愛戀不過是一場高燒 愛戀其實不過一場高燒 是不可原諒 無法阻擋還是當街行搶 高燒還是餵貓 猥瑣的聯想 對不起 高燒猥瑣的聯想 有很多的 然後還包括下面這一頁 我那時候就放大這個檔案看 你看 有凋零枯萎 摔碎崩毀 猶有餘威 分不清真愛是誰 跟往事還有一腿 心裡有鬼 全部原尾 放任念頭四處飛 全部都押韻 這個是練字造句的功夫啊 對不對 那你說現在 我覺得在我認識的青年的創作人裡面 他們大概真的很難有人用這樣的方式去面對歌詞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說最後聽到這首歌是合理的 每一句都是合理的 但每一句都好像在打到我們的心坎上 它寫出我們生命的情境 是用這樣的方式啊 密密麻麻的這樣 這樣子做出來的 大哥的手稿有一些 就是陸陸續續網路上可以找得到一些手稿 我都覺得那是有志創作的人可以參考的珍貴材料 而且這張只千萬別扔 大哥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在今天早上的新聞啊 另外我想還是要聊聊當然對於未來的展望 因為大哥這幾年 包括前幾年他在電台做節目 這個每天做五分鐘的單元 介紹了很多獨立樂隊 包括他前兩年在政大開課 希望能夠將一波傳給年輕時代啊 那是一場相當不容易的實驗 然後這些年在帶一些年輕人 總是希望能夠把自己畢生所學 希望能夠怎麼樣用自己的方式傳下去 但是時代畢竟不一樣 我們知道剛剛提到的創作跟製作的環境 您那代的音樂人是經歷過台灣唱片工業最輝煌的時代 唱片銷售隨隨便便幾十萬張 二十萬張都不好意思說 五十萬張可以稍微抬頭挺胸一下 現在是一萬張都敲落打鼓了嘛 五千張算是很可以了 三千張還不差 現在變成這個狀況 那所以以前有那樣的製作的條件跟環境 而且音樂人可以打世界級的大仗 現在不是現在都是小打小鬧DIY 當然小打小鬧DIY也有自己的DIY的樂趣 跟小小的風景 但畢竟跟那種世界級的規格是不可同人而語 所以整個的幕後製作環境出現了很大的斷層 好處說是現在主流跟非主流的界線已經整個抹掉了 已經沒什麼意義了 除非說有前下電視Cue的叫主流 那也許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還是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現在回頭聽二三十年前您那代的音樂人做出來的 包括您啊 包括黃韻玲那個時候做的東西 包括更早李壽泉做的東西 然後張弘毅甚至李太祥他們那種有古典功底的人 陳陽的編曲跟作曲 現在聽那些作品真的覺得有一種 有一種 我願意稱之為大時代的厚度 這未必是國族大愛的大時代 而是音樂的大時代 現在大家好像自甘於小青星跟小雀星了 小青星跟小雀星沒什麼不好 但只有小青星跟小雀星的時候 它就最後剩下一個小字 我還是覺得不免可惜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大哥一直在關注青年時代的作品 我想聽聽您怎麼說 您看到的年輕人的狀態 值得期待的 跟還有待加強的 您的失望跟您覺得還值得期待的 到底在哪裡 感覺上我們這個做台要剛開始的感覺 哈哈哈哈 是吧 不是 這個 這個 我剛剛一開始講了 我就說我 其實我是一個 不知道是不是用 我是不是低調是不是 可不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我不太 我當然有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來說 我不願意變成 一個 再沒有好作品的老頭 然後 細細黏 批評 指導那些 小孩子的 當然如果你要問我 開一個專題 我可以講他媽三小時跟你講 我對這些 小鬼有多大的不滿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來講呢 沒辦法 沒辦法 比如說 我能做什麼呢 比如說我的製作公司叫淨業 沒有人會用這樣的名字做個音樂製作公司 什麼 Wonder Wonder 音樂 這個 相信音樂 什麼這樣 所以 音樂對我來講 是很嚴肅的事 我老講 我熱愛我的工作 我在這個行業裡面 我碰到的 讓我佩服 讓我 打從心裡面 admire的這些人 都在幕後 我也常常講 十個天才造就一個傻瓜 每一個人在台上那些萬人秘 後面都有一群 比他厲害 多少倍的人在撐著他 手一放就掉下來 所以使用文字 所以這些會 反正這個對我 對我來講是很嚴肅的 很認真的 很有價值的 我一生 的光陰都拿來從事 但是這件事情 讓我獲得莫大的滿足 我用一個歌 可以感動 那麼多人 我可以跟那麼多人溝通 當我在唱 給自己的歌的時候 當我在唱 以前那個歌的時候 這些 我都覺得天啊 我何德何能 能不能用這樣的角色 跟大家 一輩子交朋友 沒有 可是我 越這樣子 我就越覺得我能夠做的 真是 要生教 就是要 你作為音樂人 你就是要做一個producer 你就是要不停的produce 做好的音樂 要做好榜樣給年輕人看 我對我自己50歲 作為一個音樂人 我認為50歲才開始 我50歲以前所做的唱片寫的歌 都是為了我開始要成熟的時候 所經歷的 所學的 以前那些都不算 對 所以包括作為一個男人 我對我自己一個男性 50歲以後 所要經歷的 所腦筋裡面有的 是充滿期望的 是充滿期望的 所以 年輕的這些小朋友 我也許不能把他們交好 或是說我不願意去 因為我只能弄手指 指他這樣子 這有點像在教小孩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有三個女兒 講得有點遠這樣 我不能夠保證你的幸福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只能無條件地愛你 這樣子 然後我只希望 然後我希望 年輕的音樂人能夠教我 我從來 會聽新的 音樂人寫的東西 我也常常從他們身上 得到很多啟發 這樣子 反正每一個時代的音樂 如果50年以後 大家來聽 二林 還聽這個時代的歌 覺得這個時代流行音樂很遜 那也的確 這個時代流行音樂就很遜 因為流行音樂是 反映一個時代 紀錄一個時代 最忠實的東西之一 如果你說那個時代風花雪月 聽回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他媽就是風花雪月 就是他媽無病身影 清清楚楚 完全記載了那個時代的整個背景 今天在年輕小鬼寫這麼多歌 有他媽的怒氣沖天的 有他媽的這個那個不知道在說什麼的 都記下來了 記下來了 你們就寫吧 你們就記錄下來 30年以後我們再來聽 那這個時代流行歌曲的確能夠反映 記錄了這個時代一部分的面貌 這就是流行歌珍貴的地方 這是我的願望 所以我是比較開放的 誰要誰誰都好 我聽不到沒關係你們聽到就好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時代還是有很多值得寄望跟期待的東西 像20年前絕對不會有像滅火梯這種團 跑出來唱那樣的歌 也很難想像張璇這樣的歌手 居然能夠獲得這麼多的擁護者 當然還有我跟大哥都很尊敬的林聲祥他的樂隊 真的是我覺得他們在為台灣的這個草根音樂的可能性在寫歷史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大哥也很想跟大家多聊聊 聽聽今天現場的朋友們 有些什麼心得可以回饋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進入QA的部分好了 好不好 我們把這個幕收起來 工作人員麻煩幫忙一下 人有問題嗎 非常難得的機會 李大哥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您睽違了這麼久 然後回到金曲獎這舞台 然後跟剛才您講那些小鬼們一起同台 爭取金曲獎這個方面 你有什麼想法或看法 謝謝 這個你也有誤會 第一個我不會參加金曲獎 因為我那天不在 我那天在 前一天我就在去溫哥華的路上 我在7月4號在溫哥華 有我的歌唱 那 當然有人 有媒體也問我對於金曲獎的看法 我並不特別在意自己 自己 是不是能夠得獎或是能夠入圍 可是我的確認為金曲獎 對於年輕的音樂人來講 是一項肯定 這樣子 那我剛才說了 如果我得獎了 這樣講好了 如果我得獎了 我就在這裡先把得獎感言講一下 因為我入圍是四項 是吧 四項是吧 好歹混一下 是吧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我的意思是說 我最感激的 我最覺得跟我在一起 有光榮的 是這些做幕後的 對 是這些 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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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他媽不認識 對 氣死我了 這些人真棒 真優秀 對 這些人才是 這些人才是成就這個行業的人 不是那些心啊 沒有那些心沒有關係啊 不能沒有這些人 當所有的小鬼都要去當心的時候 沒有人肯把吉他練好 蛤 你就想一下就紅了 這不太好吧 所以如果我得獎 我把這個獎 跟我的這個 所有的幕後的夥伴 李宗盛轉身過去 跟你們這些幕後的夥伴 深深一鞠躬 我以生意能夠跟你們工作為榮 這樣子 這位小姐感覺掌門應該很大 李老師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 就我理解的像李老師 然後陳大利老師 陳志遠老師 這些人早期都是玩Bang出來的 那所以我很好奇就是 早期的那些Bang song 你們玩團的經驗 在你們後來當製作人的時候 在編曲上 他有沒有扮演了什麼角色 或者是過去的經驗 有沒有是怎麼樣帶到 那個在後來製作的那個 編曲的經驗裡面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因為我看陳志遠老師的紀念 音樂會的時候 我看到一段您的訪問是說 因為像陳志遠老師這樣的人 他長時間而且大量的在流行音樂 產業裡面工作 所以 而且因為剛好那個時間是 是華語流行音樂的一個高峰 那所以他也創造了 當代華語流行音樂的一個特殊的氣味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 李老師那時候講說 特殊的氣味那個到底是什麼 這樣子 那不知道說老師可不可以更細緻的去 去說明一下 就是那個 當代華語流行音樂 特殊氣味到底是什麼東西 謝謝 我們有用功的聽眾 真的 你如果你做一個band 你以前組過一個band 我認為對你 去 去 聽一個編曲 是有很好的幫助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band 第一個你會知道 像我們聽音樂都是拆開來聽的 不是聽整體的嘛 對 所以你是如果你是一個band 組過一個band 你必須跟其他的幾個人合作 這樣子 所以你的協調性 你會顧及整體的balance 整體的這個合作 那這個在你將來做編曲的時候 你在配器 的構成上面會有幫助 而且你會怎麼知道 當你要跟一個鼓手講 當你要跟一個鼓手講說 我這邊我的kick 是什麼感覺 你這樣 你這樣 如果你需要這樣 你可以唱給他聽 他會比較逗 這樣 你可以用他們所能夠理解的語言 去跟他們說 這會有幫助的 這樣子 就是我 雖然我的band沒有很紅 都是因為被我拖累的 所有的band 比如說我現在講個笑話 所有的band 現在都很流行 先取一個很屌的名字 所有的band 開始都要先取一個很屌的名字 大家忘不了 對我來講 我覺得所有的band 都有共同的名字 叫做四個不應該在一起的人 對不對 我老是看到 這個band如果那個鼓手換掉就好了 那個band如果keyboard keyboard每次練團都遲到還帶馬子 那個馬子而且還很討厭 這樣子 都是四個都收下的 是吧 只有這些團圓團結一致 好好在一起的band 有未來 其他都是互相傷害的 剛剛講回你第二個問題 是所謂的特殊的氣味 這樣 因為陳老師那個時候 是編曲的最大量 我記得我找他編曲的時候是四千塊台幣 這樣子 一手這樣子 然後要去開好 把現金票開好 去立方找他 要等排班這樣子 一直等到半夜兩點 他還沒有忙完這樣 然後再跟著他回內湖家 這樣子 開始這樣 所以他的量 是 就是那時候整個聽絕對於一個好的編曲的和聲的進行 他會使用這樣子的和聲的進行 他會使用這樣的配器 因為 因為 有編曲開始 從那個時候開始 是一個編曲寫所有的line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並不是吉他手的line 也是他寫的喔 這個Tray Flute line 是他寫的 弦樂的line 所有line都他寫的 是沒有 在那時候是沒有個人 極少有個人意識 就是說我是一個吉他手 我來住一台solo 很少的 所以呢 基本上你可以想像整首歌的編曲 所有的旋律 所有的審美 陳志遠老師 腦筋裡面會出來的line 都是非常陳志遠的 也就是說 你看李宗盛的歌詞 你看遠遠看 不用聽你就知道這李宗盛的歌詞 因為他唯有我的氣味在裡面 所以當陳老師的編曲 一個 一年有50張唱片裡面 有30張是他編的時候 陳志遠的審美 其實就已經 滲入 每個人聽覺的經驗裡面 就跟 你看大華語文化圈 流行歌圈來講 台灣流行音樂的審美 這樣的mixing是好的 鼓應該是這個聲音 reverb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vocal EQ應該這樣調 所以他是慢慢潛移默化 他是一個感受性的東西 這樣 他不是一個說 每一個樂手進來 都可以自由抒發自己的line 沒有自己的line 所有的line都陳志遠寫好 你把這個譜拿出來看 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所謂的陳志遠的風格 這樣子 和聲進行啊 配器啊這些 最主要是line 那些line是他寫的 當你 很明顯喔 一樣的樂手 很有意思 一樣的樂手 阿嬌 小黃 MASA 這些人這樣 你換給陳育力編 一樣的班底 可是陳育力會寫的line 他的弦樂就不會這樣寫 有個flute進來吹 他也不會寫這個line 你很明顯 一樣的sound 一樣的musician 可是這一定不是 大概不是陳志遠編的 這樣子 這是我能夠說的 對 其實我們會對陳志遠的風格 要掌握他的風格的話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因為他的品位實在太廣了 他從天水樂集到張宇生到蘇瑞 從搖滾到電子到古典的 他都能做 所以要聽的東西夠多 才有辦法慢慢去歸納一些 比方說他特別喜歡在早期做法國號 法國號的音色變成他的某一種招牌 對對對 類似這樣子的 或者他有時候會特別要炫耀一下 前奏給你弄得很長 但是這個得聽得很多 慢慢去歸納 才有辦法聽到像剛才大哥講的 這裡面的一些細節 我們今天有用功的聽眾嗎 有 好 我們在 還有用功的聽眾 你選吧 我選嗎 這邊的還沒有 這位男生很好的 穿黑衣服的男生 喂 喂 喂 大家好 我是台歌大電擊系一年級學生 我做事很尊敬 就是這麼認真聽歌的馬老師 跟這麼認真作曲的李老師 謝謝你 你不用這麼客氣 你是派上的同學嗎 然後我這邊有兩個問題想要問兩位 就是第一個問題是想要分別問兩位 第一個問題是 在現在這麼多的歌曲當中 就是有這麼多歌曲 要怎麼去挑出或聽出好歌曲 因為歌太多了 你一整天一直聽一直聽 你也是聽不完 我們要怎麼要挑出好歌曲 然後這個要問李老師的是 要怎麼樣做出來的歌曲 你才會認為是好歌曲 不過已經剛在手稿 大概了解一半了 就是慢慢一直反覆驗證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你們怎麼看待演奏曲 就像大象體操樂團 或是像吉他演奏曲這一類的 對 謝謝 謝謝 哇 年輕人的問題不好回答呀 是這樣子啦 我先 我的 我也沒有覺得好回答 對 我沒有人能夠告訴你什麼是好歌曲 聽一首歌 聽你的音樂的品味 就是你整個人審美的投射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來告訴我 你喜歡什麼樣的歌曲 我來感受一下你音樂的審美是什麼樣子 可是審美也沒有好壞 這樣子 也就是說以前 就是說不同的 不是說大學教授聽莫薩特的 心靈就珍貴於一個工廠的作業的女工 這兩個心靈是同樣珍貴的 然後只是不同的歌 會滿足不同的人心靈 這樣子 只是這樣子 所以你的問題來問 這樣子 那我來回答 就是乾太我乾你啊 你好好想想啊 演奏曲 我覺得是一樣的啦 反正音樂是一個非常感受性的東西 這樣 你沒感覺就沒感覺 這樣 比如說我對繪畫特別白痴 我看一個畫 我看了半天 我從來不敢去 所以有很多那種名人Ballroom那種 李大哥你要不要來我們這開 有個畫展 我從來不敢去 我 這不知道 所以我對畫是很遲鈍的 這樣子 所以比如說你覺得 我自己這樣講好了 我倒是覺得 我對演奏家不太了解 雖然是從音樂的領域來講 我 我 我認為所有的模仿都是為了創新 因為我有幾次跟古典音樂家 認識一些嚴肅音樂家 哇塞 彈的那種都是那種有講好多的 然後那種什麼 然後叫他去improvise一段 彈得一塌糊塗 他完全沒有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要彈什麼 一旦他沒有譜 他就是一個完全不會彈琴的人 或是完全不會拉琴的人 這是我後來覺得非常吃驚的事情 那你為什麼花那麼一聲來彈 一樣的東西 然後想在100個鋼琴家 或是100個提琴家裡面 去跟人家不一樣 為什麼不create你自己的peace 表達你自己的情感 這當然是我 可能是我 這當然是我的偏見 或是我的這個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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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ever 我是覺得 對 這是我很好奇的 就是說因為我模仿 我學習 是因為我要創造 跟他不一樣的東西 當然在整個演彈奏的過程當中 他也許創造了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這樣子 當然有創造 當然有創造 對 經常有那個嚴肅音樂家 幫我打槍 回去這樣 而且他那個差別是很大的 就是 就是說給你一個合成信型 這樣 啊 當場就變成幼稚園 完全不知道如何開始 這挺令人吃驚的 好音樂 什麼叫好音樂 我也曾經在跟李壽權老師聊的時候 他講過一句話 我印象很 我印象很深啊 因為他告訴我說 他說我覺得音樂沒有所謂的好壞 他是這樣 他很認真地說 我覺得音樂沒有所謂的好壞 他的意思 我相信並不是說音樂沒有 在他的品味裡面的好音樂跟爛音樂製作的高下 他絕對有他自己的價值系統 但他的意思是說 所有的歌 尤其是流行歌曲 他必然有他服務的聽眾 就像剛剛大哥說的 每一種作品 有他所針對的聽眾群 有他對話的對象 有他們的美學判準 有他們的習慣跟口味 所以他沒有絕對的好壞 只能說我們各自憑各自的口味 去挑選我們喜歡吃的東西 我們喜歡聽的歌 但是在這個底下 是不是我們就說 所以隨便 反正什麼都有人喜歡 所以就無所謂好壞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我覺得得要先慢慢地 把自己的品味 用一種某種有自覺的方式 建立起來 自己有自己的品味 像吃東西有人愛吃辣 有人愛吃甜 聽音樂也是一樣 但是聽音樂 它是一個後天可以培養的 某種類似教養的東西吧 我們可以慢慢地訓練自己的耳朵 慢慢可以聽出來 包括剛剛大哥提到編曲 為什麼台灣的混音 都是同一種美學 為什麼人生都推那麼前面 為什麼鼓一定要這麼擺 為什麼弦樂就要這麼弄 為什麼和弦走勢總是差不多 慢慢地聽得多了 我們其實可以分辨得出來 哪些東西是工廠流水線生產出來 大同小異的那種 帶著連鎖餐廳味道的東西 哪些是手工有機農法做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還是可以分得出來 那這個裡面我覺得有 我所認知的比較精緻的 跟比較粗糙的分別 但這並不代表它的價值 必然有所謂的優劣之分 這是不一樣的 這是我自己的感想 所以我想 就像我們都很尊敬的李太祥 他一輩子做音樂 他的心目中 通俗音樂 古典音樂 現代音樂 實驗音樂 他沒有門戶之間 他覺得只要是美的旋律 他都可以拿來用 是好的編曲元素 他就拿來做 做出來的音樂就是 美麗不可芳物的歌 別人完全模仿不來 我覺得我們作為聽眾 好像也可以 不妨有這樣的自覺 而不是現在 心裡有一個門戶之間 然後再去聽東西 至於演奏曲 演奏曲是一個好大類型 從巴洛克到後搖滾 都是演奏曲 所以我想這位同學講的 應該是像後搖 或像數字搖滾 這種流行樂 最近年輕樂團 開始流行的 成演奏風格的這種團 對不對 你應該不是要問巴洛克嗎 對 我覺得 就我聽過的 台灣的團 尤其最近這幾年 玩後搖的很多 玩 尤其像像大象體操 玩這種 數字或數學搖滾 玩不規則節拍 演奏曲 越來越多 我覺得玩演奏曲 難度比演唱 還要難得多多 因為你沒有辦法 有歌詞的依靠 我們講一個流行歌 有詞 有曲 有編曲 有演唱 有演奏 有錄音這些環節 任何一個環節 它跳出來 它都可以成就一首好歌 要是有兩三項以上 很厲害 這歌有機會成為經典 演奏曲 沒有了歌詞 沒有了演唱 它就得要用它的 純粹訴諸演奏的部分 要創造 它賀利基群的某種 獨一無二的樣子 很難 我聽過很多台灣的後搖滾 聽來聽去都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要跳出來很不容易 像大象體操玩 數字搖滾 為什麼玩得比別人好 我覺得是因為他們的音樂 除了玩節奏之外 他們有一種律動 他們那個律動感是很好的 加上他們的舞台演出 有很多想法 我覺得這個在新的時代 對年輕人來說吸引力也很重要 現在不可能只靠唱片 只靠錄音 他們得要在舞台上有魅力 我想後搖之所以在台灣能夠 在這幾年這麼變成某種能量 也是因為舞台演出的機會 越來越多了 不然光是聽YouTube 恐怕很難那麼High 說真的是這樣 這是我的一點點觀察的心得 謝謝 我們還有時間嗎 最後一個問題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大哥選一位吧 大哥幫我們點 誰有問題的趕快舉手 其實我剛剛聽得蠻感動 因為我自己是做策展 我覺得剛剛大哥講到一件事情 是producer這件事情 我覺得跟策展的概念幾乎是一樣的 因為你要在這個時代裡面 你只要對的事情 對的方式去展現給人 可能你們用的是音樂 但是我們可能是用空間 或一個脈絡的想法 那我剛剛只是在想說 我覺得耳朵借我這本書 很適合做成一個展覽 大哥的生命史也非常適合做成一個展覽 不知道以後有沒有機會 可以幫兩位策劃 因為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說其實 一本書是一個平面 我們在裡面有很多想像 但是我覺得為什麼 我看網方的書很感動 是因為我覺得 裡面的脈絡太清晰了 那種清晰會讓 讓我自己是念建築的 我覺得跟那種足夠的一件事情去分析他的文力 這個過程是非常愉悅的 那我覺得 像剛剛大哥在講說 他面對每個不一樣的歌者 找到他們生命的歷程找到對的方式 我覺得今天對我來說是非常感動 因為我覺得 我們在做策展就在找這個 你要把舞台怎麼樣給觀眾看 這樣子 謝謝 謝謝 所以你沒有問題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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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座談要在這裡告一個段落